台北市政府交由蒋经国基金会 基督教中华性望爱基金会营运的 经国七海文化园区 今年1月开始对外开放参观 园区挂满独裁者蒋经国照片 保留下来的遗物 塑造他爱国爱民简朴的造神形象 被促转会认为是新的威权象征 总统蔡英文还是出席开幕 为什么经国七海园区是威权象征 蒋经国他爸的中正纪念堂 更早就被认定是威权象征 除了同像 地下的展览也因为颂扬独裁者 奖中正被逼平 终于在今年 将一半的展区改为 自由的灵魂vs独裁者展览 在纪念任南容自焚训到了 言论自由日 4月7日开幕 经国七海园区 能够做类似的处理吗 阿草这次就带大家一起参观 两代独裁者 一新一旧的威权象征 了解他们问题出在哪吧 好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蒋经国总统图书馆 這個圖書館是台灣第一座總統圖書館 專門研究蔣經國先生 或者是漢學研究的人 經過專門的申請才能夠參觀 讓我們這個大四季看到幾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是經過前兩年出生 在浙江出生 後期也有一些負面的聲音 就是台灣的一些情字的一些狀況 就覺得經過先生要負很大的一個責任 然後41年擔任救國團團主任 所以他跟青少年有很多的接觸 像前傅先生就講 他第一次認識經過先生 就是在救國團的時代 在我們年輕的時代 救國團是我們秋學中間 一個很好的寒暑假的一些活動 我都以曾經參加救國團的活動為榮 你擺在心上 人民 他有沒有做到 他有沒有做到 他有做到 誰 人民 人民 他也有電 他也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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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國內也開始動大不安 好 我們就68年開始有中立世界 美麗島世界 對不對 國內的一些民主浪潮開始發生 75年9月28日 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成立了 民主進步黨 這時候金國先生講了一句話 他說 抓人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他默許民進黨75年9月成立 76年7月15日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金國先生開放黨禁 開放報禁 整個台灣都是正式走步的民主 正式走步的民主 正式走步的民主 四月七日為台灣的言論自由日 被認定是威權象徵的中正紀念堂 除了顯眼的巨大頭像外 位於紀念堂二樓的長社展 用懷領袖文物展示館中 大致講中正的愛車 轎子 小吃其家庭生活 愛吃包子和混沌湯等琐事 都完整呈現 而上萬台灣人受難的228事件 僅有一個小展櫃模糊帶過 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更是隻字未提 和經國切海園區有87%像 國家人權博物館以及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今年將一半的長社展區 改為自由的靈魂vs獨裁者展覽 呈現台灣的民主前輩如何對抗蔣中正 蔣經國父子這兩個獨裁者 凸顯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奮鬥與犧牲 其中也特別將1989年4月7日 自由時代周刊總編輯 鄭南榮自焚訊道的總編輯室 胡可展出和另一側的蔣中正總統辦公室 互相對抗 鄭南榮當年因為刊登許之凱的 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遭到中國國民黨政權以叛亂罪偵辦 為了堅持100%的言論自由 在被攻堅逮捕時 鄭南榮在自由時代雜誌內自焚訊道 現今我們習以為常的民主與自由 絕費平通而來 更不是蔣經國的默許恩賜 台灣的民主與自由 是好幾個世代的台灣人 不計生死的衝撞蔣中正 蔣經國父子 與中國國民黨政權打拼而來的 對比中正紀念堂 已經初故去除威權 加入新的展覽 紀念他兒子的新威權象徵 經國七海園區 什麼時候才會加入台灣人 被獨裁著迫害的歷史 與我們勇敢爭取民主的故事呢